封水先生看风水 就是这个经济 他就有一个解释 那么这件事 我们佛法是怎么个态度 我们站在佛法的态度 对这件事怎么看法 我是走的地方多 我也没有去学习风水这件事 但是有的时候 到什么地方也会注意 这里有个山 这里什么时候也会看这件事 我还特别到一个中国近代的一个领袖 他那个家那个地方去看过 其实和其他的地方不一样 那么佛法怎么看 我们在经济上的学习 我看佛没有提倡这件事 没有说是你必须要到什么地方 要看风水 佛没有说这话 没有讲这件事 不提倡 不提倡 但是佛提倡什么呢 就是要修修圣道 世间上都是苦是极 除世间是灭道 佛指提倡这件事 提倡这件事 那和风水有什么事情呢 我因为有的事情 就是有的地方 用世间上的取向的诗去看的时候 这个东西是不错 但是佛不去讲这件事 佛讲什么 讲第一地 就是我们修修圣道的时候 我们修无恶观 修不敬观是破障道因缘的意思 修无常观 修无恶观 修为师观 修诸法无相 修三三昧 是叫你从四须地到第一地去 讲风水是在四须地这个地方 四须地的境界 四须地都是虚往的 这个地方是大福的境界 也是虚往的 过来一刹多 就是几千年都过去了 这些境界都不算 都等于零了 只有第一地 那是安引处 所以我们初见 你过来到什么地方 你能够常常修无恶观 修无相观 修三三昧 到第一地的时候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没有这个问题 就超越了 风水先生说那些话 都没有了 没有这件事 我说你在这里住 你会头疼 你到第一地 还有头疼的事 不是的 没有这回事情 我们要相信风水先生的话 也不能说完全不对 但是风水先生 那句话说的有道理 只是说是今天 今天是17号 9月17号 但是到明年的时候 1月1号就变了 事情不是这样 就变了 一切说都不算数了 这句话说的对 这都是无常生命的 你要初心看风水 所以佛不讲这个事 不讲就看风水的事 只是要告诉你 常常的学习经理论 常常的有正意念 这件事是常住不坏的 比看风水好 所以不看风水也是对的 因为你看也不行 你过了几刹挪的时候 那个风水已经无效了 所以不如不要管这个事情 你就学习第一地 超过世俗地 这件事是安全的 是疗意的 要是你不欢喜 你不欢喜修十年处 你不欢喜修直观 你的心不能到第一地那去 常在世俗地 那世俗地就会困扰你 有的时候给你个糖球吃 有的时候给你苦恼吃 你不能够超越这个境界 你不能够超越这个境界 你不能够超越这个境界